大家可以搬個三四十個 小朋友 經常的小字都會想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特色 所以各位 如果沒有特色的話 不是一個班有特色 是所有的班的特色都要一樣的 一定要聯合起來 或許的記憶 一定要知道 除非讀之端之所以會成功 是因為我們所有的做法都不一樣 老師的代表也一樣 不斷的經過培訓 然後所有的講師請問 我們曾經參加過訓導整治理學 我們這邊好像是誰 陳老師有參加智慧學學 訓導者還有誰 連天一日私鐵都沒有了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理念的一個建構 如果你沒有很重要理念建構的話 你真的會把突進班 帶成私在突進 你不是在全地突破的組織 你不是在那裡會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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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為了要負責 但是你又不是很奇怪 所以要用不同的方式 一個人做到過一群人能做 我們是一群人團隊 我們是有團隊的方式來想說 我們以後要怎麼去做 我們課程要怎麼來設計 才能夾公的烏魚變成你的烏魚 那你好收成 所以各位 觀念的轉變是很重要的 在六軍班裡面 你必須要不同的觀念 如果我們以前有在 以前大概在三四年前 我們去把貨公司弄的辦公 它可能是什麼樣的 就是旋轉 有沒有 大半夜的能力是這樣旋轉 是搭進去就在這種轉進 不是這樣開自動 然後我們已經沒有知道 有這樣的學種 讀軍班 就是那個學種 要將外面重生 學種到我們到場面 而這個是做得到 以我們的經驗 這個是做得到 而不是單打合動 現在沒有單打合動的時代 現在是團隊戰力的時代 我們要把讀軍班 當成一個通過的經驗 當成是7月8的經驗 然後你透過我們道理 去跨進去 它是不是成功的問題 這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問題 而不是 只是大學生在這邊 鼓勵 然後 威脅這樣子而已 所以 今天 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的做法 當然你可以做參考 如果說 你們有興趣 小孩會Q的 有點 有問題的話 可以先寫下 可以寫下 他們會有進行的歷史 來為了 那今天 就先 各位報告自己 謝謝 謝謝 好 請 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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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